回報 哈囉 各位打盤眼小朋友 歡迎收看 暗影史章第21段卡包 冷飯熱嘲 怒吶純歸的新卡減評 如果你跟我一樣期待這次的新卡包 別忘記點一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動態囉 這部影片將會提前 幫助你了解新卡效果 及其應用的地方 將以直進環境作為 routing 常有戳酷打臉的情況 請自行斟酌參考 為了幫助你更加了解新環境 請先去觀看 娜娜娜的崩壞退環境說明 可以了解各職業間的牌組變動 首先先來聊聊這次的PV吧 雖然我一開始說這次的版本是冷飯熱潮 但這次釋出的內容 這盤冷飯炒的可真香啊 尤其還有拉提卡再次出現 我吃爆 一開始由熟悉的臉龐開場 只不過過了幾年 他的臉似乎變得圓圓的 但不減昔日魔王的風采 接著曾經還掛念著羅莎莉亞的亞里莎登場 從這之後 他的分離體又跑到公主連結 彈射世界各的地方當旅行團了 本尊則是變成了暗黑之王 請進入這個純粹的亞里莎 在第一位BOSS登場後 當然是由最帥的BOSS貝爾福特再次出現 拜迪則跟貝里昂一起治理了新世界 兩個賣萌的東西串產 接著最驚奇的就是由莫諾對上米斯特妮娜 老婆與老婆的相爭到底誰會贏呢 下一幕坦特拉握起某人的手 有人猜是尼古拉也有人猜是 欸?截肢? 畫面上顯示經歷過公會動亂篇 馬吉斯高捷會正在重建 國家也在舉辦慶典活動非常熱鬧 站在屋頂上依然是那天外之花 沒想到的是尼古拉繼承了馬龍的遺志 接下了葉斯加瑪莉的最高領導人 以她的個性啊她真的是不得已才接下的 而最後一位 嗯...名字叫什麼來著我忘了 她肯定是覺得梅西亞會變成這樣 她難辭其咎 所以決定退居母后 就這樣這次的PB結束了 其實整個PB我覺得最驚奇的反而是 最後這個畫面 大家通通都帶著全新的能力回來了 然後你們看安妮兒這隻是 這次的卡包的主題啊 剛好符合五周年的氛圍 繼續發展本身有的角色 讓他們轉身是我樂見的 還可以觀看後日潭 會補充一些前面沒有敘述到的故事 是以前的主線劇情從沒有過的體驗 這樣我會蠻期待還有再一次的 時節或者是鬥節的登場 雖然他們沒有故事劇情 但確實是屬於SB獨有的角色 反正這一次的五周年 Sidegames佛心大放鬆 所以卡包讓他偷毀一次沒有關係 從今天起Sidegames就是我大哥 誰說Sidegames爸爸不好 對不起我們不認識 只不過五周年了 不重置一下7500歲金嗎 接著來準備介紹新卡了 卡片的分類方式會依照畫面上顯示 彼此強度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以活用度為主要的依據 直接來看第一張牌了 中立金卡 納塔拉的未來 類型自然 以廢法術 增加兩張納塔拉的大術卡片到手牌中 因為累積連擊次數非常關鍵的一張牌 對於今年來講是一個很好的福音 還有就是可以給手中需要吃自然類型 類別的卡作為選用的 因為他直接可以幫你設兩張的大術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攏兩張 而且他可以當作一個另類的三費 臭惡的手段 作為中立非常的合理 屬於B架類自然體系很強的鋪墊牌 接著當然是由我的老婆 我最愛貼貼的拉提卡率先轉身 萬綠的回歸 拉提卡 類型自然 事費善善的體質 當自己使用卡片時 如果該卡片為本回合使用的第四張 則會回復自己的PP3點 如果為第八張 則會使這個從者進化 如果為第十二張 則會獲得加三加三與集池效果 入場取增加一張拉提卡的擁抱卡片到手牌中 進化過後 一回合可以攻擊兩次 其餘的效果啊 就跟進化前是一模一樣的 拉提卡的擁抱是一張零費法術 隨機給予一個敵方的從者3點傷害 有了這張牌等於拉提卡登場的時候 就可以跟對方貼貼擁抱 做到一個隨機打三的解 這樣的話也可以等於說是堆疊兩次的連擊 如果自然瑪娜也有重置的話 你只要疊到12次再搭配到二輪車或光輝斬擊加攻 就能夠讓拉提卡直接20點OTK雞翅走投 這是給予連擊要必備的斬殺手段 前面有看到的就是因為 那塔要大樹回歸的緣故 所以套手搖也變成無限制的形狀 你可以直接用一堆的大樹來快速堆疊連擊 然後做到一個PP魔術開秀 所以拉提卡也有可能在套手的牌組中出現 你也能夠故意把擁抱貼貼留起來 然後做到一個琉璃的動作 再搭配到其他琉璃的手段 你扣著啊 洛奇薩斯啊 最快就可以在六費的時候做到OTK 只不過我猜起來他的均速應該是八費才能完成 而且12次的連擊啊 真的需要自然瑪娜復刻 或者是其他低費的連擊牌增加才有機會達成 所以還是要看一下將來的牌 有沒有多出一些可以琉璃的手段 還有就是自然瑪娜 屬於B類連擊套左腰 還有就是你想跟拉提卡貼貼的話 就應該要放這張牌 溫暖的擁抱 類型 機械 自然 二費法術 融合自然卡 反正效果是抽取一張卡片 如果卡片與這張卡片進行融合 則會由原本的抽取一張轉變為抽取兩張 回覆自己的PP一點 這個畫面啊真的是太棒了 這張卡擁有兩個類型是亮點 而且他可以吃掉額外拿到的樹 直接吃了就可以變成一費過兩張牌 除了限制類型以外 我真的想不到有比這張牌更深的抽牌手段了 屬於B++類 自然體系最強的抽牌手段 卡片又超香 還有機會讓你抽到異化的卡片 下張 沒想到這位回來了 月光的執行者 李歐德 類型 指揮官 三費一式的體質 本身具有前行 自己的回合開始時 給予敵方的主張者與敵方的從者全體一點傷害 入場局如果本次盾牌中自己被迫害的從者數為10個以上 則會使這個從者進化 進化後 自己的回合開始時 給予敵方的主張者與敵方的從者3點傷害 以SB的機制來說 前行的從者如果本身做到傷害就會現行 所以並不能做到一個無限蹲無限掃場 不然的話這張牌就做壞了 但是以內建的一回合可以全體的傷害 搭配到進化這個不虧的體質 不但會讓對面不想下怪 還能夠直接偷到傷害 準時拍的時候可以給予對面極大的壓力 尤其是當你遇到復仇者以及精靈的時候 但是啊 對於特別講求構築的牌組來講的話 你就不會選入他了 像是士兵皇啊 然後進化OTK皇之類的 C類很誇張的三費節奏卡 如果將來新增的卡可以給予 李歐德前薪的功能 那這張牌就會更加的起飛 接著下一張 掌管馬奇斯高傑會的會長 榮耀之花艾蓮娜 二費二二的體質 入場曲 如果自己手排的張數為5張以上的話 則會增加一張炫麗的速式卡片到手排中 入場曲如果這張卡片的魔力征服之數為10次以上 則會在這場對戰中 給予自己的主戰者 自己的從著進行攻擊時發動一次魔力征服效果 主戰者無法疊加此效果 進化時指定一個自己手排中的卡片 給予自己主戰者下下的自己回合開始時 增加一張與之同名的卡片到手排中 並失去持人力效果 炫麗的速式 一費法術 給予一個敵方的從著3點傷害 魔力征服加1點傷害 以本身給予主戰者的效果來看的話 所有的從著都可以攻擊征服 看起來很豪華 但是這個暖肌的時間有點長 本身如果拿這張牌來刷征服的話 也等同於是三費才能刷一次的征服 而且如果你手排術不夠維持的話 他甚至連那張的訓練的速師都拿不到 後手的拍才比較有他的效益 除了可以做到很有效的酸解外 除此之外 進化時的效果 因為複製沒有限定一定要複製從著卡 你可以複製智慧智光幫助抽綠牌 也可以複製基歐斯或是水晶魔劍士 幫助一個後期的投資 而本身222的體質 加是你手中都卡滿了需要征服的牌 你至少也可以打出去 然後做到一個戰場 拿一個一費的單截的投資未來 如果還是要看一下先攻的時候 你手排術能不能維持住了 你只要不要太執著於征服十次的這個效果 這就會是一張幫助填補節奏的卡 屬於B類 征服師必定選用 然後 御醫艾連娜根本作弊 趕緊課金抽起來 下一張 跟露娜一起發彈的男人也回來了 但是首先先看一下紀律的忌認 類型機械 二費法術 召喚兩個生產器械到戰場上 如果本次對戰中自己已被迫害的 機械戰場數為7張以上 則會使其全數進化 這張牌就是法術版的機甲天使 強 而且如果你是進化類型的牌組的時候 如果機械的數很好維持的話 也可以投入到進化死贏牌組中 不用多說啦 就是B類 再來看永續的機械 尼古拉 類型機械 二費一三的體質 本身具有途徑 攻擊時如果自己戰場上有其他的機械從者 則到回合結束為止之前獲得必殺效果 攻擊時如果本次對戰中 自己已被迫害的機械卡張數為7張以上 則會增加一張進斷的一擊卡片到手牌中 並使其消費轉變為二 進斷的一擊 五費法術 類型機械 給予敵方主戰的獲得一個敵方的從者4點傷害 使因素20 由原本的4點傷害轉變為10點傷害 二費自帶突進必殺就已經夠強了 雖然要跟旁邊的機械搭配啊 但我自己覺得 嗯...非常容易搭配啊 攻擊時還只要7個機械使過 就可以拿到免費的進斷一擊 重力卡只要再多 釋出幾張可以場面展開的機械卡 這張牌直接起飛 還可以變成一套超快攻的牌組 全新的進斷一擊直接二費打四 跟鬼一樣 但是新環境的機械牌組啊 就必須要全仰賴於這次所推出的卡片 所以到底好不好 疊了這個七次呢 還要觀望一下 想當初莫諾第一個版本的時候 還是混進化型的 那整套牌的機械純度太低了 要在很後期才可以做到一個first one 這邊猜想官方是想要推快攻機械使令啊 也能夠跟風神做個搭配 走個協作流派 而尼古拉拉就是他的終端的斬殺 所以B類 機械快攻是必定放滿 好的 那麼本集就先介紹這些卡片 其餘的內容我就先買個關子 等到一定量之後再介紹囉 攻方出卡的速度真的出的有夠慢 那我也沒辦法囉 我是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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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各スマホ e スポーツ シャドーバーズ 新カードパック イラセントクロニク 戦いのその先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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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